8年級生大舉進軍股市 已經成為台股不可或缺的生理軍 甚至還出了不少 敢買敢衝的少年股神 假設你年化報酬20% 10年大概翻6倍 變600多萬 可是如果一天賺0.2%的話 10年之後會變5000多萬 這一天這檔大概賺 112萬 112萬 今天我們就找來28歲的 PTT當衝高手麻均扣 他花不到6年的時間 就把50萬本金滾出2000萬 到底是怎麼樣 天天在股市裡賺錢呢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相關經濟學做了這麼久之後 你現在買股票的心得是什麼 就是必要買 就是覺得我會做的時候 通常都不會做 我不會做的時候 通常好像會賺 那現在呢 現在尤其是有這種感覺 因為現在已經來到1萬7了 對啊 大家都覺得 你知道我走到哪裡去 我連在公車站牌廳 大學生聊天 都在聊股票 好像有一個投資熱對不對 現在都不管了 反正有什麼就趕快 對 因為現在呢現在券商 發現他們現在研究 就有四成以上開戶的 是年輕人 是30歲以下 就像你這樣子 對 你在PTT裡面聲明大照耶 你之前有PO出了一篇PO文 說你大概50萬左右的本金 但是你大概花6年的時間 現在快要2000萬的這個收益 是 那我們就覺得很好奇 你在PTT ID上面叫Margin Call 對 然後你整個投資的歷程 到底是怎麼開始的 從接觸投資開始 主要是因為 因為以前大學的時候 大家都會去打工嘛 嗯 那以前我打工的地方是在一間撞球場 嗯 那那邊當然就會比較多的 不一樣的人嘛 是 那 在這個姻緣集會下呢 就有認識到一個 他是本身就是做交易員 那他是在券商自營部 或者是全權委託部 這樣的操盤人 然後他後來 他在30歲之後呢 他就自己出來做專職操盤 然後我那時候想說 那這個人怎麼都不用上班 就 因為他平常下 平常我中午上班的時候 或下午的時候 大家應該要上班時間嗎 嗯哼 但是他就常常出現在那裡 是 然後我就很好奇 他做的行業是什麼 那他就跟我說 他是做股票的 所以我就跟他聊 一聊之下 發現說 原來做股票也是一個生存之道 就是不一定 你出社會就是要找工作 是 那一年幾歲啊 我那一年就是 大學剛畢業的時候 大概19 20歲的時候 對 所以他就給我 蠻大的一個啟發 那陸陸續續 我就開始跟他 有一些交談嘛 聊天 他有推薦我幾本書 這樣子 然後我就自己研究 就從那個時候開始 然後一直到現在 那當然可能他教我的東西 沒有到很多 但他就是一個起頭 這樣子 是 那很多人都會碰到這樣子的貴人啊 聊天啊 或是給你輸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樣 可以翻出2000萬 那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我從大學開始就 參加不管是社團活動也好啊 或者是一些投資競賽也好 然後 投資競賽是什麼東西 因為現在學校就是很夯這個投資嘛 但我那時候還沒有那麼夯 那因為我念的是本科系 所以就會有模擬交易的競賽 就可能大家給你1000萬的虛擬的帳號 然後讓你 對然後讓你去做這個模擬的交易 然後比賽前面幾名就會有獎金這樣子 是 所以一直以來就是在接觸這一塊 然後包含到後面到期貨商到證券商 實習 也是都在做類似相關的工作 對 所以就從這樣開始 因為今天我們有很多種教育方法 像有的人覺得就是說 價值投資法 或者是說做這個中長期的投資 例如說像存零零五的存股 可是我覺得選當充的人 是很特別的 其實我原本一開始做 因為我在說我是本科系的學生 所以學校一定不會支持說 你去當充幹嘛的 然後教科書上也是跟你講說 你要做就是 負利長期下來 或者是告訴你說 巴菲特平均年化報酬率是20% 那你只要可能比大盤好就好了 那當時我也是 前面四年我也是覺得 喔這樣子的投資邏輯可能是對的 所以我就一直貫徹這樣的邏輯去買賣股票 可能買了之後 就抱了一段時間再賣掉這樣 後來呢? 那後來有一個轉折點 那那個時間有賺錢嗎? 就是賺很少錢 喔有賺但是賺很少 有賺但是非常少 然後後來有一個轉折點 關鍵是 我剛才前面有講說 我去一個大戶的交易士實習 就是去幫他做他助理 幫助理 那時候進去的時候 他就有請我跟他們交易士的一些 就是前輩介紹說 那我自己做的怎麼樣嗎? 大家要互相了解一下 對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我那時候買了一檔股票 就是核大 1536的核大 然後我就說 我這檔賺了100% 我從60塊包到120 然後就 我原本以為大家會覺得說 哇你這檔很厲害賺了一倍很厲害 就他們就覺得 啊這是什麼小數字 沒有他們說 他們就淡淡的問我說 嗯 那你買幾張 嗯哼 然後我說 因為我學生沒有錢 我買一張 他就問我說 那這樣賺多少錢 嗯 我說大概就 因為6萬變12萬嘛 就賺6萬塊 他說那你花多久 我說大概花半年一年的時間 他說那你 按照你這樣的福利情況下去 你要什麼時候才能變有錢 馬上被打臉這樣對不對 對 所以從那一刻開始 那一瞬間你有醒過來嗎 我有醒過來覺得說 我自己大概算了一下說 欸 這樣說好像也對 嗯 因為很難就是 靠著這種價值投資法去 在短時間之內 做到這個階級流動嘛 所以我們轉天要賺很多錢 很難嘛 對 可是當衝對你的吸引力是什麼 我覺得當衝 可能很多人會對他 有很大的誤解 會說 當衝的風險很大 對啊 但是可是 其實對我來講 或是對很多當衝教育做非常好的人來講 其實當衝是一個風險 對我們來講 最小的一個操作模式 怎麼會 因為現在散戶的財力證明 其實好像 不用 任何的實際的證明 你就可以499萬是不是 我們解釋 對 就是你當日下單 當日下單額度 不用任何財力證明 就可以開到499萬 那這個東西當然是 我們講的是雙面刃 可是它 不是造成這個風險的根本 風險一定是來自於 你自己沒有辦法做 確實的停損 那為什麼我會說 它是所有交易方式裡面 風險最小的一種 因為我不過利也不流倉 所以 今天 即便今天晚上美股 或歐洲發生什麼事情 那隔天就是新的開始 對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風險比較小的做法 是 所以你認為它第一個 當初的風險小 對不對 可是因為你本金很小 但是你怎麼樣去以小博大 所以我們就是不能透過總報酬率去達到一個 讓本金放大 我們要透過這個周轉率 周轉率 對 是什麼東西呢 周轉率就是指說你一套資金 你要不停的去讓它滾動 如果說今天我 我做的是一個報酬率的策略的話 就像我講 假設100萬 今天100萬我先去做 那多久我才能翻一倍 或是10年之後它會變多少錢 是 假設你年花報酬20%的話 10年大概翻6倍 變600多萬 可是如果一天賺0.2%的話 10年之後會變5000多萬 對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雙面刃 但它絕對不是說 這個消業行為風險非常大 就風險還是在於你個人 風險可控 那我們竟然已經開始講到 當沖這件事情 我想知道 你自己獨門的這個 當沖的心法 你是怎麼看的 然後讓你當天可以做出這樣的決定 那一般來講 我們在做當沖的時候會注意 幾個比較重要的參考資訊 是 其中第一個最重要的是這個 OTC指數 你是看OTC喔 對 為什麼 因為其實近期你去發現 也不是說近期 是過去這段時間你會發現 加全指數它受全值股的影響非常大 像台積電 對 所以其實你可以發現 有些特別的日子在裡面 有些特別的日子這樣看下來的話 會覺得說 股票好像跌很多 可是指數沒有跌 對 因為全值股在撐 因為有時候就是台積電漲 那所有的一面都是綠的 對不對 但是給這個大盤還是漲 對 所以我會把OTC指數當作看的 看成是一個 反映市場情緒的指標 是 所以OTC假設今天是一直往下走的 那今天的環境可能就不好 可能就不適合做多 那如果今天是一直往上漲的 那可能就不適合做空 所以OTC指數是一個 市場情緒的指標 我是這樣看它 是 對 那同時你還要看當下熱門的族群 你不會看單一個股 是不是你整個族群 整體會一起看 對 因為一般來講我們看這個熱門族群會 比如說像最近的航運 鋼鐵 造子 這些族群 他們會有一個比較強的這個趨勢性在 是 對 那這個趨勢性在的話就變成說 比如我們講的航運 我們細分下來可以 我們講航運族群就可以分長榮陽明 之類的 但是我們在做當作的時候 我們是整個族群一起看的 因為他們連動性非常的高 是 所以如果要下就會一起下 要上就會一起上 就整個一起來操作 對 那它這個方向就會很明確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因為 單獨個別公司的利多利空的話 那就很不一定 所以一般來我們看的時候 會看整體性 我們做空這個族群 做多這個族群來看 所以以這個族群來算這樣對不對 對 接下來你說你看完族群之後 整體看完之後 你又不能單看價格 那還要看什麼 因為我們外面看到有些人做當沖 他會說 比如說某個價格突破我們就買進 跌破的話我們就做空 對 那其實做當沖它的這個條件 或是它的參考因子 沒有那麼想像的單純 包含我們前面講的 OTC也是一個參考的事情 如果說今天這個股票往下跌 可是OTC在漲 那這其實是有點衝突的 對 即便它最後是跌下去沒有問題 可是它這個事件是衝突 就不是我們要找的一個情況 一個情境 所以我們要在所有情境 都符合我們的條件的時候進場 變成說如果你單看價格的話 你會忽略到很多外在的環境 那這樣就比較不好 所以你要不要舉個例子 讓我們了解一下 這一檔是在4月22號 這你自己親身操作對不對 對對對 這個操作是自己上個禮拜 4月20號的一個經驗 那當時我們看到 4月20號開盤的時候 我們現在先談的是 加權指數 OTC指數 對 剛開盤的時候會覺得 有點敏感度的交易員 可能會覺得說 這有點怪 因為它急拉 可是急拉的過程中 大家可以發現說 這邊的OTC 它是沒有跟得往上走的 對 因為這樣子我們就發現 它是一個其實 有一個背移的現象 所以這個急拉 我們會覺得說 市場有點過頭了 因為那時候 如果在當下那環境看的話 所有的傳產都在往上走 而且非常快就漲停板 很多都是這樣子 那但是我們看到 這個OTC沒有跟上去的時候 我們自己心裡就會有一個警覺 因為現在這個盤非常的強 它一直一路往上嘎 然後一路往上走 我們就會覺得 那今天是不是有反轉的可能 尤其是OTC它沒有跟上去 這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訊號 這個幾乎就會 如果說OTC往下的話 幾乎今天的盤 可能就會往下走 當然它也有可能是後續才跟上 可是當下我們看到這個前進是 指數非常的強 OTC卻不理它 對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背移的訊號 是 那先前的強勢股 可能就會選擇在今天轉弱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前面 我們前面講的 這是大環境的情況 對 今天先進戰場的時候 了解一下風向 對 然後呢 然後我們 包含最近的這個面板 優達 還有群創 他們也是屬於比較 中小型面板比較熱門的族群 對 那當時它也是跟指數一路往上拉 所以這時候我們也因為有 這個大環境的架構 我們就知道說 今天我們可以抓這堂股票 什麼時候會轉弱 它在買盤什麼時候會捷徑 那這個捷徑的時候 就是我們可以嘗試去 做空的一個時間點 對 所以在這邊往上走的時候 我大概在這邊 就開始有點透過這個 無檔買賣跟這個 成交明細的觀察 判斷說它什麼時候的 這個價格會往下走 然後在這邊進步這個空單 然後一路到現在 就是從這邊開始 空空空空空空 一路這樣做下來 對 上次好聽阿斯平跟我講 他說可以從微買跟微賣的量 可以知道我們現在進場的價格 然後接下來它的 是往上還是往下 是真的嗎 怎麼看 我覺得這是一個 看盤的方式跟技巧阿 像以這張圖來看的話 我們會一般來講 這邊是我們講的這個分子走勢 然後這邊是成交明細 這邊是微買尾賣的五檔掛單 那很多人在做當中的時候 他只看價格 其實這邊也是很重要的資訊 比如說我們看 以現在這個圖片為例 這邊28.0代表說 它掛了512張的賣單在這裡 對 那我們要怎麼透過這個觀察 去判斷說接下來的行情 可能往哪邊發展呢 對 比如說以今天為例 它到31.5的時候呢 因為它這邊是不會動的 其實當下的情況是 在31.5的時候 它有一個賣單在這裡 那有人嘗試去突破它 比如說它現在掛了2000張 然後它打一個外盤進去 可能打200張 那它應該會變成1800嗎 可是它卻補了賣單出來 那它補了賣單出來 這個動作就很奇怪 因為它就是 它沒有掛在哪裡 它是真實要賣的 所以可以透過一些 這個微賣微賣的這個銷場掛單 去判斷說 現在的賣壓大概在哪裡 對 那是不是實質性的賣壓 或是它是掛在這邊嚇你的 還是真的要賣 還是有人真的去掛了 他準備就是要放空 對 因為如果真的要賣的人 他不會掛給你看 是喔 對 他一定是想要在不驚動市場上的情況下 這麼壞事 它可能會賣到一個好的價格嗎 對 像有些買單掛得很下面 它也一定不是真的要買 對 大概可以判斷一些 從這個細節去做一些判斷 所以這一天這樣子做 你到底賺的多少 這一天這檔大概賺112萬 112萬 你知道我們製作人 那一天也是買 大家買這一支 結果你還空它這樣子 不過前面應該 拨戰的應該都有賺得不錯 是 對 我覺得在PTT上面關注你的 都會覺得說 你的部位管理方式 好像跟一般散戶的思考 有點不一樣 所以我特別想要請你分享 就是說你進出場的時候 通常你的思維 你在想什麼東西 然後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標準步驟 這邊提到這個部位管理喔 我們講一般的情況 或是一般人普遍的認知呢 會把當中當做一件事情 也不一定是當中 任何可能他是在做波段也好 他們會把它當成一個 點對點的一件事情 他就覺得買進之後就是賣出 對 可是其實中間我們應該要涵蓋一個概念是 點對點或是點對面 再來到面對面 什麼 這樣講起來很怪 我後面舉個例子 那前面這個是點對點的情況 對 賣出或買進放空或回補 那這邊我們講的是 面對面 就是我進場是一個帶狀性的進場 出場也是一個帶狀式的出場 所以有人會問我說 那你怎麼知道什麼時候要出 我當然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出 但是我們可以把這個一天當充的時間呢 像我這邊有標一個時間點 是11點15分 對 11點15分過後 所有的順項 就是與你同向的行情 你都要把它當作是假的 與你同向的行情都把它當作是假的 對 比如說我今天在上半場我是做空 對 下半場它繼續跌 那可能就不是我加碼的時候 可能就是我減碼的時候 對 所以就是這樣子的話 因為按照這樣 而且你是 你是波段分批的出貨對不對 對 為什麼會要這樣子出呢 這樣出有幾個好處喔 就如果是別人問我說 你有沒有出在最低點 我一定跟他講說 我有出在最低點 可是我沒有全部出在最低點 是 那因為我們不知道這個行情會走到哪裡 對 也許它可能後面又出現擊殺 之類的 那我們可以做一個就是慢慢 緩慢的調整 不一定是0到1這樣子 對 那我們從剛開始聊到現在 都是你的心法啦 或是你制勝的關鍵這樣子 那一定古海當中 也會有一些賠錢的經驗嗎 我比較想知道說 那你從那個賠錢的經驗 有沒有學到什麼是現在散戶 可以不要走這樣子的冤枉 我們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分享一個賠錢的經驗就是 我們有一個策略是這樣子 今天有一個重大利多發生的時候 它出現連續的漲停 是 比如說這個重大利多 可能是儲分資產的時候 對 因為它的業外收益非常大 對 它連續漲停 或者是今天出現什麼重大利控的時候 連續跌停 那我們會在它 跌停板或漲停板打開的那一天 去做反向的交易 因為 跌停板打開代表 想賣的人都賣掉了 也代表 反應這件事情 可能已經反應到一個段落了 那賠錢的經驗就是來講 過去有一次是 某一檔股票 它也是做了一個資產處分 然後它漲停也去鎖了三天到四天 就第四天打開了 那打開的時候我想說 那它應該反應完了 我就進去放空它 那時候又沒有融券的配額 那可是現在可以限股當充 所以我選擇是用無券 去把它打開來 無券當充放空就把它打開來 可是它沒有如果預期把它打開來 它是微買往下降了之後又鎖回去 導致我無券進去扣的空單 是沒有辦法回補的 因為我被鎖住了 它就會面臨到我前面剛才講的 這個有標界的問題 那我就被標界了 那時候我進去的部位 大概是120萬 120萬 120萬的部位 那如果隔天繼續漲停 我價差先賠10% 先賠12萬 同時還要再賠7%的違約金 所以平均來講 一天是賠大概20幾萬 一天賠20幾萬 那你多久以後才清倉的 還好隔天就清倉 但是當下 你那個當下會非常緊張 因為你不知道它會鎖到什麼時候 所以那時候就回想起老一輩的 一些前輩講說 其實被鎖空是最可怕的 因為你不知道會被鎖到哪裡去 對啊 應該說4月20號到23號 那兩天 其實有很多 像航運股大家都認為都不會再漲 就有那些小型的股 不是 就鎖漲停 所以如果很多人在放空它們的時候 其實或者是 就有可能會發生跟你一樣的情景 對 對 所以這件事情就給我們一個 比較大的教訓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做這樣極端的策略 那一定要是要在有融券配額的情況下下去做 是 因為有融券配額即便你被鎖 你不會賠每天那個7% 它的7%是一天7% 不是年化的7% 是一天7% 很嚇人 一天7% 所以呢就是經過你這個經驗之後 你覺得現在散戶做當中為什麼會賠錢 有沒有什麼心法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覺得散戶會賠錢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第一個它們不懂得停損 不懂得停損 對 要不然就是它們停損設的一個值是無效的停損 例如說 比如說它設的這個停損是 我設了2% 3% 2% 3% 可是其實在當中的這個 這個交易範疇裡面來講 2% 3%就是已經一個非常大的停損 就是已經很不可思議 因為一天的行情可能就是 最多上下正當價才就是20% 對 你設這個停損就是 我自己就會覺得說 它有點設的太大了 所以你會設1%而已嗎 一般來講我在設停損的時候 我是不會設價格性的停損 是 我會設一個環境的停損 環境的停損是什麼 環境的停損是指說 比如說同類股都在跌 它還沒有跌 是 或者是說 其實我原本很強 我自己現在轉入了 就我打個比方好了 比如說今天呢 我們看到前面有一個森林大戶 那我在家裡 然後我的停損是 只要燒到我家門口 我就趕快逃跑 可是其實你看那個煙越來越大 你就知道它遲早燒到你嗎 那這樣就是你可以先跑了 不一定是要說 一定要燒到我才跑 那可是一般的散戶 或是一般的新手 在做當中的時候 他們沒有這樣的概念 他們覺得說 我平買平賣 是在浪費交易成本 只要跌到我這隻的時候 我再來賣 對不對 那就是燒到門口的時候 對 可是其實很多時候 價格一樣的時候 環境已經差很多了 是 中間裡還有提到說 你不要用百分比來射停損 對 就是像我們剛剛前面舉的 這個森林大火的案例 那有時候 比如我們經營的部位 我們會有一套劇本 比如說我這個部位 100張或是50張 打進去這個市場 那它接下來會有什麼反應 如果我預期的想法是 我這個部位打進去 那行情就要開始發動了 可是它卻沒有 我部位打進去 它卻停在這裡 那這就跟我預期不一樣 我就會馬上停順 對 你就是一分鐘嗎 就你打進去之後 你就多久 你就覺得判斷說 你該要跑掉 可能3到5秒就 3到5秒 好天啊 這是怎麼反應 這麼快喔 對 因為會有這樣的想法 一定是你打進去的部位 相較於之前比較大的時候 你才能去打進去 然後大家追著買 對 如果你大部位進去 卻沒有這樣的反應 對 那相對危險就是我了 對 因為我怕跑不掉 你會看到下面幾點幾分 多少人買幾張嘛 對 對 對 如果它賺 賺一點點你說就跑這個 也是 新手常犯錯 對 因為其實這個是符合人性的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我賺一點 我就趕快把它賣掉 對啊 可是賠的時候呢 我又想要再等等看 對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看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它賺一點的時候 不然就是這樣講好了 如果今天它要 它買進一張股票 可是它下跌了 它會買更多 它會去攤平那個成本 對 可是就我們來講的話 我們買進第一個部位 它沒有賺錢的情況 我們不會見第二個部位 你就直接就輸掉了 對 所以他們這樣的 這樣兩邊的損益結構 就會變得不一樣 因為如果是前者 它一直往下買的話 它會出現搭配 它會出現搭配 可是如果是後者 我一路往上加 頂多就是不賺 但是絕對不會出現搭配 對 我覺得這是滿關鍵的差異 而且賠錢繼續要 不小心就會流倉了對不對 對 就很可怕了 對啊 可是你看你講的這樣子 老神在在 但是我看你臉書上面貼文 說四月台股現在是晚期 但是你這個月的績效 好像不是 與你自己預期有關 好像做得不是很好 對 所以現在你是有點低潮期 是嗎 其實這個低潮期 因為我會有仔細去分析 自己的交易的損益 為什麼 如果說硬要講一個理由的話 可能就是現在的行情 是不如我的交易策略的 比如說我們前面講的 有時候是大一大段 它卻 尾盤又拉起來了 對啊 那我們這樣 我來看這件事情後 我會覺得說今天的行情是 兩段式的 對 可是我的策略可能是要抓一段式的 那如果說今天我知道我的策略是要抓一段式 我卻賠在這種D轉的行情 或是A轉的行情 我就知道說它賠得有理 可是如果今天它出現一段式的策略 我卻沒有賺錢 那就是我自己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就要等到適合自己的策略的時候 再把它賺回來 在這陣子裡面 你的策略 就是如果說都沒有辦法賺錢的話 你會換嗎 盡量是不要 因為我們要保持 我們講的很重要的一點是 你要保持交易的一致性 對 如果說你今天一直在等一個大行情 對 然後大行情不出來 你想說好 那我換一個做法 我就是專門做這種非常短線 這樣賺兩台都出了這種做法 對 那等到大行情的出來你沒有賺到 你真的會很ALL 是 那你現在也要很ALL的時候 也要沉得住氣才行 對 所以呢 如果說現在好多 因為其實大家看了這個PTT上面的貼文之後 都覺得就是 少年致富就是趁現在的 你建議現在的年輕人 我們也進去就是試試看當中嗎 我覺得可以嘗試啦 尤其是如果你本身現在還是學生階段 然後我覺得 本金不夠 我覺得非常 我覺得非常可以試 因為你基本上沒有任何的機會成本 如果你已經開始上班 那你機會成本就是你的薪水 可是你在學生的時期 你就是可以在這個時候 你可能早上 或是大三大四 早上沒有課了 你有一個完整的看盤的時間 你可以在這個時段去試 看看你適不適合做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學生是一個非常好的時刻 就嘗試的時間 所以你有很後悔 沒有更早一點學會這個東西嗎 因為你一開始的時候不是做當中嘛 當然 一開始就是抱著 但當然我覺得這是一定的 長時間的積累 對啊 所以呢你有沒有給新手任何的建議 就第一步什麼 要注意什麼 怎麼開始做這種 我覺得 很多人現在 第一步先去行樓爹拜拜 其實我每個月都有去 真的假的 你說很差很上線 對對對 再中和嗎 對對對 我覺得 要給一個SOP 是比較困難的 因為這個一樣的交易手法 不一定適合每一個人 你要找到自己適合的交易的一個心法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可以跟大家提的是說 不要太自我局限說 我一定要做價值投資 一定要做當衝 因為我知道很多崇尚價值投資人 是很鄙視短線交易的人 可是其實我覺得 要保持一個就是 開放一個 開放的心胸 任何東西你都可以學學看 然後不要一開始就否定說 啊這件事情是錯的 我覺得就是要多看多嘗試啊 是 所以與其啊 學怎麼賺錢齁 其實我覺得應該要跟MARGINCO 學說怎麼樣當成先不要賠錢 對不對 對 來先不要賠錢最重要 今天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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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